你後腿 無聊當有趣 對 子民道姓 你幹嘛要這樣子講 太強了 你們兩個感情很好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講 他是這樣 他就是經常會開一些 我認為不當的玩笑 你說平常節目上 哈啦哈啦就算了 那個正式的場合 我們跟長官見面 他也是能講 我們大部分說 敬禮 長官希望來年多照顧 對 講一些好聽的話 潘若迪就在旁邊說 玉琳哥你不要再跟人家喝了 你 這不是扯後腿是什麼 人家長官就嘴角在抖 你知道嗎 失守 可是因為你們感情好 他可以這樣講 你就會原諒他 我沒有原諒他 我期到現在還在講 可是你自己在節目上講說 你料料分岔這個事情 那是節目啊 對 那是正確 你要看場